金曝新聞新聞報告內幕追蹤一下 歡迎上線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慧銘 我們今天要帶您來 驚爆的是台灣的蒜頭傳奇 你可能會覺得說 到底是生命一年 蒜頭都覺得傳奇 君不見 這年頭真的什麼稀奇的事情都有 武漢費也沒看過吧 席減全球 再來看看黃金 黃金這個價格你也沒看過吧 大家每天餓完就說 我黃金真的是賣太早了 再來看看這蒜頭 蒜頭的價格創效了34年來的新高 到底是怎麼回事 現在有人出門沒掛伴 掛蒜頭 走路口風是怎麼回事 我們要帶您來看看 台灣過去有位蒜頭王 他不僅把台灣的蒜頭 打進日本的超商 還成為日本的農林水產大臣 另外還要帶您來看一個 台灣的蒜頭村 結果這只是以甘蔗出名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稍後揭秘 接下來帶您來看看 給你拍你當 中原浦度 真的是非常的澎湃 甚至我們看到彰化芳苑 推出了好兄弟 痛風餐 就是要讓好兄弟吃得心滿意足 再來看看 大甲的聖母宮 甚至出現了上千桌的桌籠 桌山桌海 吃得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們等一下來告訴您 還有在中原節特殊行業 有不同特殊的對應方法 您聽了應該會大開眼界 稍後帶您來瞧瞧 先來介紹與會來賓 首先介紹是資深媒體王瑞德先生 惠銘好 大家好 江東博先生 惠銘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介紹情景觀高仁和 惠銘 大家好 以及秘尼老師 信任敬老師 惠銘好 大家好 再來介紹的是流氓 牧師兵哥 惠銘好 大家好 先開始帶您來看看 好兄弟痛風餐 到底有多麼的澎湃 一腳踹翻國民黨普渡桌子 連好兄弟都敢惹 不滿江啟成提出兩岸新論述 統派人士氣翻天 常委抗議場內也有意見 江啟成話才剛說完 坐在一旁的中常委范成蓮 直接唱反調 范成蓮不僅是國民黨中常委 他在中國生意做很大 不僅擔任中國金明光店董事長 廣州法蘭克公司科技董作 手上還有中國寶富酒店 生意都在中國手上 要求黨內連決策 都要看中國臉色 連錢東和馬英九首戰 及中戰的發言唱和中共 又對黨內路線指手跨腳 公民兩箱甩掉其中帽子 又被自己人潑一身紅漆 難以擺脫親中形象 滿頭白髮的阿嬤口中念念有詞 她正在幫眼前的女性中收金 除了說這種女子擔憂的事情 接下來的動作讓人睜大眼 把一把十八柱的箱放進口中 這是阿嬤祖傳的收金絕招 一開始看箱有沒有滅 了解事情的狀況 如果滅了一半以上 表示事情大條了不能處理 反之阿嬤還能幫忙 這種含箱收金法 隨著阿嬤去世已經失傳 特殊的收金方法還包括了這一樣 柴犬呆坐在地 旁邊的師姐拿著線箱不斷在那邊圍繞 四主說狗狗出門迷路了三天 回家後不吃飯 才會來找師姐幫忙處理 明明是在高速公路 一尊金色大佛居然瞬間移動 讓人意識之間以為大佛連坐騰空漂浮 但事實上金色大佛在泰國嘴處可見 推測可能是運送過程中 因角度形成的促逝感 而大佛的獨特摔頭還有這一裝 猶如工廠一條龍的輸送袋 信徒只要把香油錢投入包裡 就會自動送進大佛懷中 充滿科技感 但也有人眉頭一皺 批評這根本成了存錢筒 更有人以中文回應簡直淪為戀財工具 儘管評價兩極 但奉獻給神明的誠意 相信不會因此大了折扣 我只能說我看到 我都很想奔去吃了 沒有錯 那麼那一天 那麼全台灣現在 大家都在那個大街小巷 公司行號 大家都在報道 都在拜拜 那那天剛好一個媽媽 帶了一個三歲的女兒 那是報道嘛 再拜拜嘛 裡面都沒有人 因為大家都跟他拜拜 女兒曾經 曾經跟媽媽說 媽媽裡面好多人在吃東西喔 我的天啊 爸爸喔 第三隻眼開了 小孩子不要亂講話 然後趕快把他帶走就對了 歡景這個是一個人情味嘛 對不對 其實中原葡萄 漁蘭 盆繪 不過沒關係 歡景你有拜有保備就對了 那麼彰化黃苑鄉的方安宮 那每一年 那麼集結五個村落 五個村子頭 做一些葡萄 做一些葡萄 那做一些葡萄之後 他們分 我們都知道 老主婦 老主 他們還有老闆 老闆 老闆 你如果去拔到老闆 老闆 那今年就是你最紅就對了 最青 其中就為老闆老主對不對 穿一個好兄弟的通風餐 什麼叫通風 各位 通風餐就是吃很多海鮮就對了 只有紅針八十八隻 各位 紅針是很大隻的紅針 聽說跟民間一樣大就對了 八十八隻跟民間一樣大的紅針 然後呢 七十隻龍蝦就對了 十六隻的白針 蝸蝦這樣啦 他自己本身啦 六島就買八萬塊就對了 大家網友一次說 這好兄弟吃下去 大家都聽風 為什麼高普林啦 都海鮮啦 就是船很清潮 很澎湃這樣啦 誠意十足 沒有錯 除此之外還有鬥龍 鬥龍什麼意思 就是一望無際像榮一樣 出現在哪裡 台中大家聖母宮的葡萄 那麼信徒跟廟方準備了一千兩百九十五桌 拜完了以後 因為太多東西了嘛 拜完了以後 一起 你要拿回去的 你就拿回去 不要拿回去的 統一由這個廟方啊 把它全部集中送給中地收入戶 比較貧困的人家啦 我覺得這是一個就有人情味 就有意義的事情就對了 所以呢 你就知道鬥龍一千三百塊鬥龍 之前曾經中斷六年 但是後來還有託夢 這個金媽祖託夢 你要尋求民眾 隨著有錢人 有緣人 繼續來辦 對不對 繼續來辦 這就是有意義的事情 那除此之外 我們都知道 普渡 那麼北基隆南虎委 後衛基隆 基隆你看 每一年七月的晚上 前一天晚上有沒有 老大公廟還要開棚 所以呢 包括他們開棚後 我們鼓勵有所謂的金松宴 富貴常壽宴 那麼也非常非常的有人情味 為什麼呢 他們擺出來 過程有三種宴席 為什麼 那我們拜拜都不都一樣嗎 對不對 不一樣 三種宴席 有草的婚食桌 有吃菜 素食桌 還有西洋食桌 你知道嗎 對吧 分成三種不同的給好兄弟來滿足 你喜歡吃什麼 你就吃什麼 吃菜的好兄弟 起來也是要有湯吃 日本和牛桌 我跟你說 但是表示說 進到我們的心意 那除此之外 他剛才說 北基隆南虎委 所以在婚臨虎委的中原跡 哇 那個也是 如果剛剛講的是豆漿對不對 他已經整個市區來破五千桌 五千桌 各位 五千桌就是三公里 有的年輕人 走三公里已經皮皮痠了 這個人已經給他倒白三公里 五千桌 嚇四人 夜晚小吃攤年齡 像不夜城一樣 那麼有時候還擺這個三層蛋糕 擺這個冰雕 光雕秀對不對 那麼事實上啊 中原葡萄 最主要就是一個心意 各位會記得一件事對不對 葡萄是放在家外面 因為是葡萄好兄弟 有人在家裡拜拜 葡萄就有了 一般拜祖先是不一樣的 還有啦 你如果沒拜就算了 你如果有拜對不對 最好每一年都繼續這個習俗 對你是有拜有保備的 好 再來看看遠景界 這個也是葡萄也是要拜 有拜有保備 那很多遠景辦案辦久了之後 就覺得說真的是寧可信其有 但是遇到超級鐵齒的 我姓亞蘇的我沒拜這個 會不會有時候 這個會遇到一些被刁難的狀況 我從事工作其中其實帶過一個單位 每年的中原普渡 我們警察局都會到附近的土地公廟 或是說在我們警察局上昏的廟都會在那邊做一個簡單的普渡 的儀式 我們裡面就有兩種東西很禁忌 不宴白 旺旺旺 旺旺 案子太多 不能旺 警察就不能往你了 你往就不好了 我们新闻圈也是不能往 我以前有个同事 我们叫他铁齿阿红 铁齿阿红 因为我们是拿香的 我们做小孩 带到白老婆 狼狼拜拜 我们到了普渡的时候 很多我们的警戒里面的高层 其实都长小孩起来 所以中南部很多 起来都是跟着 我们道教的习俗 带人婆 但是我的同事 同一个小队的 那个初号叫阿红 这个不科学 他不是跟我们宗教不一样 基督徒他比较本身不拿香 可是不拿香 他连庙都不进去 我们拜完的东西 放在办公室 他也不吃拜拜的东西 他说这拜这不科学 很虔诚的信徒 那一年我是跟他 从二月份过完年 跟他同小队 我说这样大股 要去厢里问事情 还是要去厢里拜拜 都站在外面 也不进去厢里面 很怪 有的我们认识很多基督徒 他是会双手合十 不走厢里面 也跟你申请你 他说完全不拜 也不吃 那一年我们在 我们分局旁边的 那个土地公庙那边 普渡的时候 他就站在土地公庙 也不进去 我们带队的说 你来手败也好 他就说不科学 我们家没在走厢里面 从那一天开始回来之后 每一次假设我们三个人在轮流值班 我值班没事 中博值班没事 换他值班 就一个命案 往生者上吊还是车祸 就是 再轮一次换我又没事 第二次换中博又没事 我轮到他 他又一件 逢轮到他值班 就有个重大事情让他发生 他发生的时候 发生案子就要破嘛 开始我们成立专丹小组啊 我们整个分局都动起来 我们准备要去攻坚了 要抓人啊 两个人被我们锁定了 我们要出门的时候 他身体不舒服了 拉肚子了 不去啊 去万务朋友掛击枕 我们人抓回来 大家要报公奖呢 他没有去啊 没了没了 那我们后来一次要去基隆 去逮捕一个通缉犯的时候 车一开出来而已 跟高速公路团的车派 就抛锚了 带着他就是不顺了 那我们有一次老的学长都说 你喔 要入境随俗啦 人家有在怕 夜风带白你就来在廟里面 这个你不违背你的宗教信仰嘛 他很贴词 他很虔诚 他很虔诚 我们家里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习惯 人家一心一戏对耶稣 对 可是 人家都叫他随微阿弘 随微阿弘 为什么啊 真的 我们陆陆续续 这个钓那边升官去 那个钓那边升官去 他也去过点那 不一样 待到他都能自己写报告 写回去屏东 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普通拜托都是同时嘛 但是八大行业的普渡时间不一样 对 因为一般我们大家这个普渡 尤其公司或什么 大部分都选择 大概上午10点以后 他要到中午之前 那一段时间呢 基本上来说比较没有那么热 然后也比较方便 那当然基本上来说 你就算下午的话 大概也会尽量选在 比如说3点以前 但是有一些行业来说的话 因为他是比较偏向晚上在做生意 所以他太早 第一个啦 应该是说 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早起床 第二个来说的话 因为越晚 拜完以后 通常他的这个店里的生意 就会越好 那当然基本上 而且他们有一个奇怪的习惯 就是说像有些酒店小姐 他们进去之后 他们就会把那个毛巾 折成男性的这个生殖器的样子 然后放在桌上 那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大概20几年前 那时候我们去帮一个 在淡黄区里头的一个酒店 他们去看那个风水 他就说他其实他每年 他们都非常虔诚的普渡 也很认真在拜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店 始终就是生意不见很大的起色 好啊 我们说好啊 因为那一年他也普渡了 也拜完了 那我们说好啊 那既然你普渡完拜完 可是旁边周边的店生意都很好 就只有你的生意不好 那一定你店里头有问题 他帮我们到店里面去看看好了 那我们走进去以后呢 就突然发现里面非常的冷 感觉上你的冷气开很强一样 那你的冷气客人还没有来 就开这么大 他没有开冷气 好省电喔 对对对 然后过去之后呢 发现他们桌上OK 已经有些就是有桌面上面 就会摆出我刚才讲的 他用毛巾折起来 我说为什么你要折这个东西 他就说因为这个是 如果折这个东西的话 就比较会有客人 然后他的生意会比较好一点点 他们赚比较多钱 我说喔 后来发现他的店里头 不是因为这个可能地点不好 而是因为好兄弟太多 那原因是因为那块地呢 以前他是可能 他是一块阴地 就是说他有时候 那个水沟流到这边来 转折过去之后 后来那个 那整个填平以后 那么我再把它盖成房子 地基盖好以后 打起来盖房子 所以水转弯的地方 就比较阴是不是 因为他主要是因为水流失 如果流到这里来会卡在这个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他会卡在这个地方 那久了以后 他有一些林没有被超渡走的话 那那块地 如果再填起来再盖的话 声音就会特别受影响 鬼月结束之前 这个我们要特别再处理一次 那一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去到现场以后 然后开始他们又在拜 在普通 旁边当然 他们不是拜过了吗 然后你知道走到里面去的时候 里面那个地上 因为我们一般烧纸钱 除了外面烧以外 他电里头 我说你电里头也要烧 他就在电里头烧 那有时候偶尔你会看到 人家烧纸钱的时候 会有那个小小的 那个龙卷这样子卷起来 对不对 他的那个龙卷 比一般我们的卷的要小 很低 就只有这样子转而已 他说我们里面烧也会 没有风 他说我说这个不是风 你看到每转一个 就代表一个好兄弟 然后他听了就吓一跳 他开始算 算了三十几个 正常我们一般 如果你拜拜烧最多 大概一个两个这样子 但他居然出现三十几个 然后他说那你这个东西 其实处理完以后 大概整个就会好转 结果你知道他拜完之后 这整个生意居然比以往 突破大概五六倍以上的生意 所以他需要的不是普度 他需要的是超度 就解决问题了 对他从普度变成超度 然后生意就变得非常好 好所以你到那种天然凉的地方 比如说洞穴什么 你觉得哇好凉啊好棒喔 这个是凉的好还是凉的不大好 要来了解一下 再来看看宾哥 宾哥上个礼拜跟我们讲说 黑道居然 黑道不是穿地 穿来穿去穿穿穿 居然也有禁忌 而且禁忌还蛮多的 这位大哥有点铁齿 但是受到一些状况之后 他也不得不相信这个禁忌 我现在说的这是我自己的孩子 你知道吗 大人了嘛 很兄弟了嘛 很兄弟了 老大人就交代了 这个 绝对某个人偷孝 阿某去处理事情 他就不听了你知道吗 这个年轻人很厉害的啊 所以黑道居一年里面有两个月是不讨债月 过年的时候 过年跟七月 是不讨债的 但是喔 他常常孩子带来 就要去偷钱 要去偷小你知道吗 这边喔 就那种埋伏 中的埋伏了嘛 中的埋伏去用台嘛 去用台上便宜去的时候 我说 我早上说 你现在有胜了吗 他说 没有啦 胜的要说 那是没刚才好啦 那不是跟七月没关的 我就跟你说跟七月没关的 你一听不就这样 反正就一阵子都没联络了 他关他的我关我的嘛 当时他出来 当时他出来 又烧肚就联络了 那就是他一天就靠我 他说 蜜蜜蜜蜜我跟你说 我现在脱纹没我害怕 要脱开那小时的 来去申请大宝斯扣路 你听不 我说 不肯啦 吃鸡啦 他说拜托 你是在怕什么 我就不怕 你在怕什么 小时我经常吃鸡的 受水 但我也是没事情了 对不 他正确定 兄弟带来 狗姨带来 没孩子带来 大宝斯 吃鸡你去看 没人在扣路 没人在扣路 只有他而已 很奇怪 大宝斯 你现在到蜜蜜 上游就逃逃 会露大火你知道吗 他可能比较大火 山上去 都会露大火 露大火的时候 有时候他就会逃逃 逃逃 大水就来了你知道吗 没有预警的 那天气还要营兵了 不是说有里头营兵了 凭着大水来了 大水来的时候 两个小孩就冲起了 他怎么冲起 冲起的时候 他刚才 他那算 欢迎很快 他看到一个 我们那插头 插头 刹子 刹子 那种 刹子 他说 烂掉了 你知道吗 刹子 是 烟到一插头 还有 糟了 皮 那掉在里头 那个 刹子 他就冲成钩子 冲成钩子 我跟你说 冲成钩子 有人在把柚 有人在打柚 有人在打柚 有人在打柚的时候 因为 垂很大 水也很大 水也很大 那一支刀子就撞一下回去 回去再撈出 他又被沖走了 撈出去了 撈出去了時 加在那時候有救難 救難協會在那裡 那時候不知道怎麼撈 撈到岩石 撈到岩石跟它卡在那裡 舊頭到盖底 卡在那裡 就我們趕快拖起來 趕快上文主公的便宜去 我帶在後面去 在後面去的時候 差不多睡了兩三點多久 我就跟他們母親在那裡等 結果親戚跟我說 兵仔我跟你說 我感覺有人在幫我撈 不然我那一支茶 那一支茶絕對不會回來了 因為茶很大塊嘛 為什麼會回來了 我說有人幫你撈 他說真的我覺得有人在幫我撈 就是兵爺要幫我撈就對了 這樣啦 我說喔 我來跟你說 親戚 叫你就不要去生水 你就不聽 現在你要睡嗎 他才邊繭 他怎麼不說 你不是牧師 沒有啦 我一直在做牧師啦 我現在說的 一直在做牧師啦 對啊 人家做牧師 那你現在要怎麼 如果你現在當牧師 你要怎麼跟他解釋 我跟你說 我現在做牧師 我還要說 聖經裡面也有說啊 也是有邪靈嘛 邪靈說的就是我們這個東西嘛 同樣的意思嘛 這樣有通就對了 有通啊 聖經是說邪靈嘛對不對 我們是說鬼神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問他 他真正都沒有回答 然後出年 出年 每一年 他沒有告訴我 每一年他本來沒有在葡萄的人 每一年到七個 他都在公司問過 葡萄 這裡葡萄後的時候 自己開車開的大爆市 他在烤肉那個地方 因為那兩個狗子 水流去 隔壁人家找到水 那兩個小孩 去就帶自己沖魚了 是嗎 自己一個 就找到大爆市 葡萄 就葡萄那 他那兩個小弟 葡萄那裡的好兄弟 不然還去抓狗鐵了 這是慘痛的代價對不對 因為七個常常在抓狗鐵 對 是七月的時候呢 就是要特別 尊比澎湃 在雲林 有特別的牽水狀 牽水狀是為什麼呢 也就是希望說 能夠讓好兄弟 這個好好的 這個東西吃多一點 看看能不能讓別人 世間平安一點 對 這個是全台灣目前最大的 我們說普渡儀式啊 在雲林的口湖 我帶大家去看 那個畫面你看了真的是 真的才知道什麼叫 最大的普渡儀式 很壯觀對不對 你去看那個直塔 那個牽水狀直塔 它在那個橋上面這樣子排 有沒有看到 好幾千個啊 那個車子開過去啊 有的人不明就里的人 也以為說 是燈籠還是什麼的 其實不是喔 好 當然 牽水狀呢 我們有一個 柯儀裡頭會在那個 河流上面放水燈 不明剛有看到水燈吧 這就是我說的橋耶 你看口湖路段 那個台線道啊 沈道這樣過去的時候 然後就放了很多石頭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牽水狀的 來這邊會不會覺得毛毛的啊 我跟你說 像我們外地去看 真的會覺得毛 但在世的人都知道 這個其實喔 你去幫它操搜 你也做好處啊 對不對 而且搞不好它也會回報你 所以去的人很踴躍喔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畫面 我們繼續再看一下 那個畫面好不好 就是它那個直塔喔 它裡頭做得很妙 它會放兩個紙紮的人在裡頭 然後呢 它還會做一個象徵樓梯的 這樣的一個紙弧的 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要紙紮人 又要有象徵樓梯的 那種紙弧的東西 它就是要告訴你說 這些啊 溺水的往生者啊 它就是那兩個紙紮人 就象徵有男有女喔 趕快啊 腳踩雞龍 它下面那個 那個 有一個雞龍子 對有個雞龍子 好 不過這段畫面也很神奇啊 慧敏 說有人在中原普渡的時候啊 祭拜米酒 好結果呢 那個監視器畫面一掉出來 嚇到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那個米酒 的酒瓶的蓋子 中間有點白白的 不見 喔 欸欸 真的耶 對有看到嗎 那曾經也有人什麼禁忌呢 就是喔 他說他媽媽 然後呢 在拜這個地基酒 我們講的超度的時候 有時候 或者是普渡的時候 有時候你也會拜 地靈主嘛 地主魂嘛 地基酒 就拜著拜著就 要 我們講要燒紙錢 燒紙錢之前要拔杯 怎麼拔都拔不成杯 沒有辦法讓他燒紙錢喔 結果他兒子就 臨機一動 媽我來啦 就問地基酒 他說地基酒 不好意思 你沒吃爽快 先杯 你是沒吃飽對不對 先杯 你沒吃飽 你在玩音是不是 他已經知道答案 他是故意給他媽看的 是不是你的飯 保鮮膜沒有打開 想杯 讓我現在打開 讓我吃爽快 但是 可以讓我先燒紙錢 因為媽媽有事情 先燒紙錢 這樣好嗎 你再繼續吃 不行 不可以 不然你先吃 你吃比較快 我要燒紙錢 想杯 也是有配合度了啦 對好 那還有人在 這個什麼 普渡的時候 突然起震怪風 就跟紙錢有關 來我們看這畫面喔 你看 那個龍捲風 他哪邊 不 不過去 就只在紙錢這 然後一直轉轉轉 把紙錢往上轉 而且紙錢正在燒 一直轉 觀眾朋友看到這個 你想到了什麼 跟我想的一樣嗎 沒錯 這個紙錢正在 轉帳中 轉帳中 ATM 這個畫面真的是蠻難解釋的 再來看看我們剛剛講到特殊行業 比如說八大行業 因為生意在晚上就晚一點普渡 那麼比如說黑道到7月的時候 就不討錢了 先休息一下 可是法醫是一個專業 不管時間 不管白天黑夜 不管農曆1月還是農曆7月 該工作就是要工作 怎麼辦呢 事實上呢 那麼包括我們刑事警察局 以前的法醫是 現在叫見識中心等等 那麼一些地方 警察單位其實都會進行中原普渡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尤其是在一些跟命案檢體 這個解剖有關係的一個地方 都會有 那麼我國的這個最權威的資深的法醫 楊日聰博士啊 他在世的時候 那麼他每一年的農曆7月呢 一定會率領所有刑事局的相關的見識人員 一定會進行普渡 那麼祭拜準備一些祭品啊 然後祭拜這些好兄弟們 那這些好兄弟裡面 在刑事局過去在刑事局裡面 最有名的就是1959年 台灣第二起的分屍命案的這個 等於說那個相關的被害人 叫孫柏英他的頭顱 為什麼呢 孫柏英其實是一個職業軍人 那他退伍的時候有一筆錢 那有一筆錢呢 他自己本身很節節 結果沒想到兩位軍中的同袍啊 謀財害命把他騙他說要一起合作 最後把他下安眠藥 然後把他給殺了 殺了以後又把他分屍 又把他的屍塊丟到現在的 新店驅尺台電相關的地方啊 那時候先找到他的身體的這個區塊 那麼其實啊 這個案子為什麼這顆頭會陪伴的 楊日松40年 因為呢 我有去查相關的資料 其實孫柏英也蠻可憐的 因為他在台灣舉目無親 所以當時他的這個屍塊 包括大腿啦 身上的其他屍塊呢 其實是由他一位好朋友 軍中的一位好朋友 看到媒體報導了以後 自己主動來出面 那麼把他的遺體呢 那麼送到當時啊 現在台北市 在臨申北路 南京東路覆口 那時候在以前有一個 極樂兵儀館 送到那個地方 把他的這個遺體火化 但是那顆頭顱 後來發現了這個孫柏英的頭顱啊 那麼一直就放在刑事局 那之所以沒有領的原因是 其實是因為這位朋友 那麼他在軍中 他從事特種部隊 水下特種部隊 有一次在處理相關的 這個水下的事件的時候 被我們軍艦的那個 那個那個發動器啊 給把這身體大概割掉一半 他就去世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 再來幫他領就對了 是因為這樣子 他處理了前半段 對他處理前半段 但他自己往生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去處理 孫柏英的頭顱啊 那這個頭顱 後來破壞了嘛 那就留在刑事局 一直陪伴楊日松 不過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為什麼呢 他放在一個玻璃 玻璃罐裡面 裡面放輔馬鈴防腐 40年來 楊日松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鬍鬚一直長 他一直長鬍鬚 然後呢 你會說那個會不會是 黴菌 花霉 那楊日松 因為他膽量 他膽量實在是很知道 我們說談話 那麼所以呢 他就三不時 把他當作朋友一樣 那幹嘛 把他撈上來 把他撈上來以後 用刮鬍刀把他刮鬍子 刮鬍子刮完了以後 把他放回去 那楊日松一直懷疑 會不會是虎馬鈴裡面的培養液 有沒有 是不是因為培養液的關係 使他這樣子又放 可是問題是理論上不可能啊 那麼對方還曾經把這個裡面 浸泡的這個虎馬鈴 拿了幾勺帶回去研究 但是後來還是不了了之啊 沒有找到答案 現在台北市的一個警察單位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那邊上班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大概三十年前 我在那裡跑了五年的新聞 那時候刑事警察局已經搬走了 所以呢這些地方 過去的法醫研究室 過去放這些軀殼的 放這些屍塊的地方呢 以前中原坡道路人拜拜 腳背沒人拜拜 也沒人管 那也沒有人願意靠近 你知道嗎 我告訴他說 邪門的事情發生了 為什麼呢 因為托管給我那時候主跑的一個 警察單位的一個小隊長 也就是說這個小隊長要負責 他的安全維護就對 最好的安全維護就是大門鎖起來 你知道嗎 大門鎖起來就沒有人會進去了嘛 結果有一天發現了一件事 大門鎖起來 結果裡面有一層樓 燈是打開的 那一定是老鼠咬到電線啊 還是電線走火嘛 所以呢 他就把大門打開了以後 那一天晚上 他就把大門打開了以後呢 他就上去 先把一樓的鎖打開 然後上去把那層樓關掉 然後呢 他一下來以後 那一層的燈又 砰 又亮了 他就很生氣 再上去把它給關掉 然後再下來 一邊關就一邊嚼 關下來以後 那下來以後呢 就把它關掉 連續三次 亮了三次以後呢 非常生氣 他嚇到一樓 用三次機罵了以後 把總開關 這一棟總開關 拉下來 我看你怎麼亮 講完而已 整棟 砰就成不亮 然後一層樓一層樓這樣亮 你知道嗎 跟演電影一樣 各位那個小隊長那天 是爬著出來的 你知道嗎 那個小隊長 我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看他明來晴晴晴晴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 半夜的時候 沒事做到在那邊鬼混 我看他明來晴晴晴晴 然後呢 幾乎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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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才知道 原來這一棟 以前每一年都有普渡拜拜 後來沒有 沒想到就 雖然搬走了 還是發生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過真的有普渡會有好事發生 對不對 這個發生在一九九七年的十月份 一個案子 在新竹的時候 有一個案子 一個女童她被發現 就是她的母親暴失蹤 然後她母親暴失蹤 結果沒幾天 這女童就被發現說 被埋屍露出來一半 那露出來一半之後 完了 這知道姓名 但是不曉得她是招誰惹誰 這才十幾歲的小孩子 怎麼會被人家淋略致死 還被埋起來 當時新竹市警方一直查 查了很多地方 完全沒有任何的線索 隔一年就1998年隔一年的時候 她已經過了半年多了 這個案子就延宕下來了 就變懸案了 快變懸案了 也是到了國立的八九月 背給農曆的七月份 因為當地的專案人員 他們也是一樣 我們警察到了中元節 大部分都會 各地方都 在那一個月浦渡的時候 浦渡完之後 有員警夢到了一個夢境 那個夢境很奇怪 夢到了一個 轄區裡面的小吃店 夢到小吃店之後 不約而同的 另外遊民眾夢到說 我夢到一個小女生 一直在哭 我很冷 我很餓 我很冷 我很餓 就不知道了就是這樣 那警方收到報案 這警察也是有夢到說 這個轄區裡面的小吃店 剛好又 一樣有個電話線索進來 也是夢到一個小女生 我很冷 我很餓 中元普渡的行人 你很冷 你很餓 你要夢給誰的 不知道 可是因為就這個員警 多了一份想法 那就去轄區那邊看看好了 結果一進去到那個轄區的時候 發現有異狀 一群的小朋友一風而散 才發現原來這一棟 小吃店的樓上 是住了一個當時的一個徐姓少年 他們自己以為是自己老大 就是家裡有一點錢嘛 就找了很多小弟小妹妹過來 那其中這個死者 就是曾經跟過這個徐姓少年的人 那因為這個死者他想要離開 被他們用了一個編織一個說 你偷我們的錢的名義 把他拘禁在那個五樓裡面 囚棒亂棒把他打死之後 性侵把他殺害之後把他埋屍 埋屍之後這些孩子 沒有一個滿18歲的 都13歲7、17歲而已 那是後來這小孩子 自己跟他媽媽講說 其實我們也有夢到 但是一直不敢講 那因為這個警方 一夢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你是怪力亂神 你在做夢想 那可是你說普渡完之後 馬上警方做了這個夢 轄區有這個夢到的民眾 而且就夢到這個小吃店 電話打起來 結果就是真的 在這個小吃店 有整個破案 所以這很奇怪 所以覺得很難解釋嘛 對不對 沒辦法解釋啊 被抓到的那些小孩子 也是都自己覺得 不敢講 就很奇怪 好 這個7月期間 黑道不討債 但是呢 不討債是不是可以拜 別的神明來討債 我就跟你說 兄弟喔 7月你不要去討債 不要去開教堅 不要去外面搶賊 不要去外面談判 那都不行了 平安就是福 對 所以叫做平安月 對 就是這樣 我告訴你喔 我們這個家裡 他以前就7月 他就告訴你 這麼貴氣的啦 7月真的有很多 最大的老大 人家的老大 去砍場你知道嗎 砍場的時候 有一個最大的老大 介紹很多 很多老闆 還是兄弟 去砍場 結果他那一枚喔 他那一枚 我會記得 他告訴我 我們家真的告訴我 農曆 7月拿3 那個老大 上山那個老大 你那輸到900萬 那輸到900萬 本票參賽者 人家就走了 人家就走了 他就說 他就想說 價差不多一禮拜了 差不多7月半 價之後嘛 就想說 這個老大 到現在還小 又不拿來清 沒有卡一下 他就叫高音 我們票拿去給他拖 老大沒有在那邊 你知道嗎 回去回去回去 叫你們老大 自己來拖 我們家店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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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不好意思齁 你這條沒清清的 切一下齁 切一下 四十五樓了 四十五樓了 他說 阿信啊 我跟你說 我百分比你管這麼多 我去幫你拖廠 是給你民主 嗯 輸的你不要來拖 你知道嗎 你拖廠沒意思嘛 你像我介紹那些老闆去 介紹那些老大 去幫你拖廠 對不對 我也沒有幫你做公司 啊對不對 你會輸一個 蘭三嫁 你 你就肚子肚子這樣 對不對 他說你喔 兄弟做這樣喔 不正經老大 不行不行 這樣有利也沒利啊 啊 照理說你拖廠多少 大家拖廠多少 你也是要給人啊 這樣喔 不行 不行說 好像 沒有這件事你知道嗎 嗯 他就在跟我說 他說 齁 真是 今天喔 要去修理 家事養要去修理 我說齁 不用啦 我要介紹你去齁 拜一尊神 絕對討論 他說對討論 我同身有 有一間廟 五路財神廟 這間五路財神廟 純棧鑫 人家是熊方 無財神 穩財神 他們不是 還有一尊 一尊蚊 那尊蚊 那尊蚊 齁 到八尊蚊 比較不一樣 那尊蚊鼢伏身風 有那個面盒 還有那 那面盒 我 renew 每位都拜蚊 請云請請 除了拜館 我來就拜蚊 剛才聽到我 孩子 到我去拜 我 我靠電了 我問你有帶生理嗎 他說 有啊 我問你有帶雞蛋嗎 他說帶雞蛋嗎 我說 蜂蚵要吃雞蛋啦 要不要煮 不用煮喔 不用 不用煮 生雞蛋 對 生雞蛋 你有生雞蛋拿 他就開始說了 蜂蚵 蜂蚵 拜託 什麼人 欠我的錢 拜託蜂蚵 憲靈就對了 幫我把這條小拖回來 這尊蜂蚵在兄弟解就對了 真出名 拖小拖沒的就對了 拖小拖 我跟你說 拖小拖都拿回來 拖得多千層的他們 差不多 我說過了 差不多到七月 七月 差不多七月底了 這幾問關要計了嘛 要計了 鄉皇議員那些老大的 我跟你說 沒現金喔 整個現金喔 死亡喔 沒來喔 沒來 阿信啊 拜託你喔 這嬌蕭死亡喔 你說的死亡喔 我現在不要來給你了 拜託你喔 不要給我放火啊 阿摩喔 幫我 幫我喔 創那個有的沒的來給我害怕 我年紀有了 到時候我心中不好就在我害怕死 什麼事啦 阿信啊說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如果說我怎麼可能給你放火啊 對不對 我就沒做這個事情了 你說喔 我連續十天喔 夢期一隻好 要來給我吃啦 哈哈哈哈哈哈 虎爺顯靈啦 對啊 告那個好爺靈有沒有 後那個好爺靈 欸 來這裡一直把我創臂這樣啦 結果他就說去問師傅你 說是怎麼會這樣 都去放到火爺 那個好爺喔 看到就好 嘴尾尾你知道嗎 啊兄弟喔 那好爺靈下去 欸 牛腳 牛舌就對了啦 師傅問說你欠人的錢嗎 他說有啊 我欠一個嬌囚 他說你金貸行人 他說好爺喔 好爺來給你拖銷 好爺來給你拖銷 所以你金貸行人 那不然你這位名字是休息 蛤 所以他就說 師傅沒碰到那個阿神 我們老闆說阿神來來來來 拜託你拖銷你 居然還有這麼神奇的事情 對 啊這段火爺喔 兄弟弟現在拖不錢就對了 這裡有政府的問題啦 要是有 包二男的就對了啦 反正你拜託的火爺喔 都真是 只有我報他去拜託的火爺 拖師傅後他包50萬好了 哇 這麼厲害 不知道包50萬 那你也要去謝謝虎爺了 那你會說 好 好 好 可以 好